尽管周日瑞幸咖啡董事长陆正耀 站出来诚恳地在朋友圈道歉 尽管经历了一个 仰光明媚的双休日的停盘 本以为可以喘口气的瑞幸咖啡 在今日开盘后 依旧持续下跌 截至小编发稿时 股价已经到了4.4美金左右 较上周五收盘 下跌1.2美元 而较上周四财务造假丑闻爆出后 股价已经下跌了 超过22美金 瑞幸咖啡的神话 破灭已成定局 但是下场可能不会就这么简单 自2020年一开启 各大媒体头条 就一直是哀嚎一片 如果说澳大利亚山火 新冠状病毒是天灾的话 那瑞幸事件 是百分之百的纯人祸 这个曾经缔造神话的品牌 可以说是从资本界到民间 都被人熟知 自瑞幸咖啡2017年 由神州优车集团 原COO前智亚创建 运营短短一年多时间 微信咖啡便于2019年5月17日登陆 纳斯达克 成为世界范围内 从公司成立到IPO最快的公司 并且于2019年9月19日取代星巴克 正式入住故宫 攀上皇亲国戚这门亲戚 要知道 星巴克从1999年进军中国市场 用了21年 才在中国布局了4200家左右的门店 而瑞幸咖啡截止到2019年 便已开设了4507家直营店 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 这波发展速度 星巴克CEO约翰逊都要说一声 Amazing 据TechWeb报道 今年1月31日 浑水研究公司称 收到了一份关于瑞幸咖啡的匿名报告 浑水认为报告内容属实 在官方推特上发布了这份做工报告 这份报告长达89页 颜值草草 据说可信度很高 报告指出 瑞幸咖啡从2019年第三季度 开始捏造财物和运营数据 夸大门店的每日订单量 每笔订单包含的商品数 以及每件商品的净售价 从而营造出单店盈利的假象 并且指出瑞幸咖啡通过扩大广告之初 虚报除咖啡外其他产品的占比来掩盖单店亏损的事实 说到这儿不得不说 这个瑞幸咖啡很神奇的一点在于 他找到融资VP 并非暗熟中国市场的中国人 却用一套完美的市场 storytelling体系征服了美国星巴克第二大股东贝莱德 将咖啡在中国市场的痛点和机会 描绘成一个香筋的大蛋糕 要培养中国人民放下手中喝了几千年的茶 改喝咖啡的习惯 这套说辞让投资人脑门一热 共计投资了1.5亿美金 瑞幸拿到美国投资人的钱后 为很多爱喝咖啡的中国民众做了大好事 不仅大量发放免费一折优惠券 还推出无人咖啡机和无人售货机 意在培养咖啡 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的消费理念 且购买过程高效便捷 后来经过专业计算 这种市场模式使得瑞幸 每卖出一杯咖啡就要亏12块钱 无数人发起了瑞幸 到底靠什么盈利的疑问 那么这种种的疑问 也就成为了瑞幸咖啡 不得不造假财报 才能给投资人和顾民一个交代 我们在开头说了瑞幸咖啡董事长陆正耀 在事发三天后 选择了在朋友圈这个严谨的渠道发表道歉文 称接受一切质疑和批评 并且会尽力挽回损失 这种浮于表面的辞早 以及选择的道歉渠道 不知道大家接受不接受 反正小编是看不出丝毫的诚意 与认错的态度 瑞幸咖啡闹到这个局面 自然不会这么不明不白的收场 面对他们的将是成千上万的起诉 以及来自于证监会的处罚 想要知道瑞幸咖啡管理层 会具体收到哪些方面的判法 请继续关注爱资讯 小编会逐一为大家揭晓